网恋的 网恋多久到现实里面来恋爱了 我们是15年认识的 15年 对 网恋了多久就变成了现实中的情侣啊 网恋不到半年见的面 然后又磨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真正变成情侣男女朋友的关系 也不短了时间 现在怎么了 你说他寻求网恋的刺激是吧 对 我发现他特别喜欢网恋 特别喜欢网恋 对 你们俩不都恋爱了 他怎么还网恋呢 那不那一次是因为你喝酒吗 有一次因为他工作晋升失败的原因 然后他经常出去跟朋友一起一块喝酒 有一次喝的都不省人事了 然后他朋友就给我打电话 我就去找他 费了好半天劲才把他弄上出租车 然后给他就是弄到房间的时候 他突然就吐了我一声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委屈 因为从来都没有人那样对待过我 然后我还得强忍着安顿好他 给他洗衣服什么的 我这么心情这么难受 我就想发泄一下 如果别在心里多难受啊 然后我就发在了网上把我这种心情 然后爱他了一下那个情感的博主 然后他帮我转发了一下 就有很多朋友都比较理解我的这种感受 心里感受就就是对我安慰啊或什么的 给予我一些特别好的建议 我觉得聊的挺好的 我就加了几个微信好友挺正常的我觉得 然后他有一次就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他偷看我手机 以我的名义去骂那些网友去 然后还伤了他们 他这是在搞网恋 在搞暧昧 谁搞网恋了 我那不是网恋 现在联系的时候越来越少 现在 以前经常联系 现在一天也联系不了几次 你们俩现在不在一个城市吗 在一个城市 你觉得他跟别人网恋了 是吗 我有这个感觉 你看他经常现在 经常背着我打电话回微信 还把那个微信设置成什么不显示的内容 我问他吧 他支支吾吾的也不说 有一次我偷看他手机 我发现上面都乱七八糟的 我都把他那个网友骂了一顿 那我心情不好还不能找人倾诉了 你上次那么对了我 你怎么不考虑我的感受啊 不知多久以前的事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自私的人 不是 这多久以前的事 就是去年年底他喝酒的这个事 去年年底 对 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 到现在等于情感正在大危机中 是吧 对 跟那个网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依赖 没有 聊友还是 没有 就是因为那次我把我的心情发到了网上 我就觉得聊挺好的就加了微信 根本就没跟他们聊 他们是给我可能发了一些暧昧短信 但是我没有看到 他就趁我没看到的时候 然后就骂了 就删除了 什么 我都不骂他们 他们之间有互动吗 还是只是别人发给他 我看见上面写着什么亲爱的 什么去科技院一起唱歌吧 这都聊得比和我聊天的时间都长 我没有看到过这种 我受不了 他就趁我没看到过 然后就就删除了 但是我也不是这样的人 你不要用你 你是我 你是我女朋友 能分清点现实 行吗 比如和一直和网恋那会儿一样 当时你们在网上 然后到了现实生活里面 谁主动说我们愿意在一起的 是我说的 在一起之后觉得怎么样 要和恋爱谈的 在一起还行 它挺热情的 也挺单纯 美丽大方 美丽大方 对我处处也挺关照的 请照顾 那就是说从2015年开始的 这段恋爱谈的还不错 至少你很满意 是吗